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要感谢各位帽子的寒风和细雨 来出席我们这场盛会 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盛会 所以各位帽子的寒风和细雨来 首先当然是要稍微说明一下高研院的 整个性质跟我们活动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高研院其实在每个学校的高研院 不管有没有加上人文社会四个字 基本上都是企图要跨学科、跨领域 希望透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刺激 能够寻找出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个当然是找到新的人文价值更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去年接任之后 我们高研院建立了三个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一个是在传统和当代之间的人文 第二个是在科学和科技之间的人文 第三个是在迁徙和交杂之间的人文 他们分别又可以简称是第一个后中国 第二个后传统 第二个后原文 第三个是后全球化 那在这个三个方向之下 我们有各类的活动 其中有一个叫做尖端讲座 尖端讲座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场所属的那个系列 尖端讲座里面我们邀请到的都是 顾米思义最杰出的学者 然后请他们来谈一谈你们最新的研究 而且我们都期待这个研究 有一定程度的跨离的性质 那今天我们请到王德威教授 我们做这个演讲 就是我们的后传统 这个系列下面的一个演讲 也是我们高研院第十五场 简单讲座 今天这一场演讲 我们请到王德威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 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是 很有特别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当初其实 我们跟中文系合法者的活动 我是希望中文系的老师 可以来主持 不过中文系老师都非常谦虚 所以当后来就希望我来主持 那么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只好来主持 而是非常高兴 就是有机会来主持 因为我跟德威 go all the way back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他高我一届 我对他非常仰慕 那我偶尔也会参加他们班的活动 包括参加他们班的戏剧的演出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你们班帅哥那么多 比如说王德威 为什么要我来演 所以当时我对王德威 就是有相当的认识 后来我们有幸 就是 是在教书的时候 共用同一个研究室 所以我们不单是同学 而且还是室友 那么当然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学术上也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一个 整个不同有无的 互相学习的 当然主要是我跟他学习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 这还是我第一次主持他的演讲 所以对我来说 愤为荣幸 那么今天 德威要讲这个题目叫 《潘格老师主义与优安逸史》 我简单的做个一年 我们另外一起的 以前我们是大二的时候 大二的时候就叫 欧洲文学史一定会读到 佛尔泰的《港帝》这部小说 那《港帝》这部小说里面 他的老师就叫做潘格老师 事后我们都非常 这个要提醒自己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变成潘格老师 潘格老师有 可以说两句名言 第一句就是 我们已经活在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我们已经活在最理想的世界里面了 第二句话就是 这个世界呢 比起其他世界来说 不是 It's not better It's for the best 任何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里面 已经是完美了 所以潘格老师主义 代表大概就是这种 自认为或者告诉你 你已经活在天堂里 这样的一种主义 那么 佛尔泰这样的一个真知灼见 并不是为他的时代而发 当然是针对他的时代而发 但是他的意义 事实上是绵延不绝 到现在为止 潘格老师主义还是 无所不在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 稍微关注一下美国大选的话 就知道 这个 天堂 天堂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 也就是说 当今的这些 尤其是民族国家 他手里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媒体 教育体制 等等的 就是富可所说的 规训的这样的一些建制 民族国家是特别擅长告诉我们 说 我们已经活在天堂里面 不管是哪一种民族国家 所以呢 各位不要抱怨 你们已经活在天堂里 但是 我刚刚讲到 如果我们看到了 美国这样的一个大选 就知道 即使我们认为天堂中的天堂 都还是有黑暗的天使 不时的会 迎面飞过来 所以 张浩先生 文章里面提到 张浩先生 所提出的这个 幽安意识 就有它很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 幽安意识提醒我们 要注意到 黑暗的天使 随时都会迎面飞过来 所以 幽安意识 我想最大的功能就是 提醒我们 或者 让我们有个机会 对天堂说不 那么 这个被很多造梦者 制造天堂之梦的这些人 从奉为上师的陆续 就曾经说过 虽然被奉为天堂 天堂制造者的上师 但是他就曾经说过 在实际上在王德威的文章最后 他就提到 就是说 有我不乐意于天堂的 有我不乐意于天堂的 但是有我不乐意于在 有我不乐意于天堂 所以我不去 我不愿意去 就是说天堂里面有我不喜欢的 所以我不愿意去 地狱里面有我所不喜欢的 我不愿意去 他原来的句子是比较漂亮的 所以我相信 各位这边听过之后 应该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那我们来 他才知道如何对天堂说明 好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 你们发表这个 谢谢 谢谢 我要谢谢廖贤浩院长的介绍 同时也非常谢谢在场的来宾 那么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受到这个廖院长这么热情的邀请 我其实蛮惊讶的 那么而且正好是因缘际会 有一个机会呢 必须回到台北 我在完成了我的隔离之后呢 能够到今天来参与这一场演讲 讨论呢 我觉得非常难得 因为我想大家当然都知道 在目前全球的疫情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肆虐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这样的场合 在我所来自的美国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Zoom 在网上教学 已经超过了这个9个月 甚至10个月了 而未来继续呢 可能要到明年的秋天呢 那么仍然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天在这里能够近距离的和大家接触 那么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当然我们现在的现场呢 也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场景 一个奇观 那么在座呢 都戴着口罩 那么我因为必须说话 所以我暂时把我的口罩拿了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 来反省或反思今天的这一场报告的题目呢 我想我个人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那么诚如刚才廖院长 或许应该说是贤浩 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熟的同学 以及朋友同事 那么在高研院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一个机构里面 我们所希望侧重的各种研究心得的报告呢 应该朝向一个未来的开展的 以及创新的这么这样的方向来做实验 所以今天以下的这个报告呢 不见得是最完整的一个 所谓个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呈现 那么这篇文章 我原来是用英文所写成的 那么所以在等一下我所这个 向大家展示的PowerPoint里面呢 那么有许多的页面呢 是中文 但是有少数的页面呢 那么因为根据 就是依据我个人对于这个论证的一个 比较稍微精致的一个需要 我就用英文的页面来呈现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包涵 那么同时呢 这个题目也反映了我个人 那么在做不论是中国文学 或是比较文学 这些年以后 那么不论是在这个文学史方面的涉猎 或者是在文学理论 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一些探处呢 那么到了一个临界点 那么的确常常自己会扪心自问 那么我们的文学批评 我们的文学理论 或是我们的文学史的这个研究和阅读 那么在目前的范式之外 还能够呈现什么样的新的可能呢 在我们所这个耳熟能详的各种后学之外 那么不论是后殖民 或者是现当代的后人类 或是在早一些年的后社 解构等等呢 这些我想在座的很多同事 或是同学呢 可能都觉得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所以在这一次呢 这个廖院长特别期望我们 从一个跨学科 以及一个创新的角度呢 来提出论点 所以我就大胆地选择了这个题目 所以以下的报告呢 不见得是能够真正的那么深入到我所指出的问题 但是也许呢 在问答的时间 我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指证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以下的报告呢 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在第一个部分呢 那么我要再一次的介绍 就是要再次提到 刚才廖院长所说的 这个潘格劳斯主义 或是潘格劳斯主义 那么它的这个来龙去脉 还有它在当下此刻的意义 那么另外呢 幽暗议事 那么张浩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这个关于政治思想方面的一套论述 那么在今天呢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翻新的可能 重新的让我们思考 那么当下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 不论是政治思想的 或是生态的 或者甚至所谓的这个主体性重塑的问题等等呢 那么这个幽暗议事呢 似乎都承诺了不少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要解释一下 那么他们的这个相互之间的 就是潘格劳斯主义 与幽暗议事相互之间的一个对话可能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报告的第二个部分呢 回到我个人的本行就是文学 那么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报告的副题 那么文学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 文学爱好者的我们 又能够对于这样的话题 提出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是例证 所以这是今天我所希望这个谈到的面向 那么首先呢在第一个部分呢 那么容我介绍一下这个 潘格劳斯主义的一个大纲 那么刚才呢这个弦浩也提到了 如果在座有外文系的同学呢 应该是在大二或大三 在欧洲文学史的课上呢 那么把这本小说呢当作是一个入门的这个作品 那么它是由这个18世纪 那么代表欧洲启蒙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发言者之一 那么Voltaire他所呢提出来的一个理论或是批判 以及呢他所创造的一本小说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在这个小说虚构呢和这个政治思想 以及历史的思考之间的一个可能的互动的情形 那么在这里我想这个页面上似乎有点杂乱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场的这个高研院的这个技术同仁 能够来协助处理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会深入的来介绍这个福尔泰 他个人的生平以及他这个非常引起这个争论的这么一个一生的事业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例证 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着重的呢 是他在1759年所出版的这本小说 中文翻成Handy的Condite 那么在这本小说里呢 那么Voltaire那么特别要强调的是他个人对于流行于当时欧洲的 这以神学为主的一种新的思维辩证的方式 而这个新的思维辩证呢 那么在这本小说里面呢 主要是以这个莱布尼兹或是Leibniz作为他的一个讽刺 或者是论证的一个焦点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一页的这个右边的这一张丑画的像卡通人物的一个图像呢 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Dr. Pangloss 这个是18世纪的这个启蒙主义者眼下的一个丑画的 以神学的这个重新的一个酝酿所形成论述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风潮 那么这个风潮呢那么当然是这个莱布尼兹所代表的 而在这个Pangloss的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寻寻善诱的一个教学的方式之下呢 他如何影响了他的学生 那么也同样的呢把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点视为天经地义 但是呢当这样的一个论述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点付诸到历史的这个大的脉动的考验的时候呢 那么许多的这些假说许多本来视为当然的一些论证呢 逐渐地崩溃瓦解 而最后呢不攻自破 所以这是一个小说背后的主旨 而在小说的情节上呢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这个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这个小说里主人翁呢这个Candit他是一个天真的懵懂的那么一个青年 那么成长在这个West Faria在西法利亚 德国的西法利亚的一个一个城堡里受到这个主人的眷顾 那么同时呢也有老师的这个Dr. Pangloss的教导 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里天真无邪呢认为所有发生在我们所存在的世界里面已经是最好的 所以你还有什么抱怨的或是批判或是自我批判的必要呢 你都感恩度来不及 你还有什么好这个奢求其他的可能性呢 而就在此时呢 那么古堡的周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兵变政变以及各种各样的暴力的事件 那么在短暂的时间之内Candit所相信的他存在的那个美好的世界一下子就崩溃瓦解了 那么这个我们的Handit和他的老师呢被强迫着那么上路 那么游荡在欧洲呢去找寻他们下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而这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在小说里面由Candit所心仪的一位女性 就是在这个页面上的第三个字 Unegaunt 她这个女孩子呢所代表 她美丽 纯洁 善良 而且她的家世是如此的良好 那么Candit呢 一直是希望和她有朝一日呢 那么成婚 过着美好而幸福的生活 而就在这个时候古堡发生了大的灾难 那么这个Gunegaunt这个美丽的女孩不知所终 而Candit呢和Dr. Pangloss呢被驱散 那么游荡在欧洲 后来相逢一起探险 而这个探险的最后的高潮呢 把他们带到了拉丁美洲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18世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地图或图景的一个改变 那么在拉丁美洲呢 那么他们有一个机会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理想国 一个乌托邦 它的名字叫做Eldorado 就是这个页面的第四个这个英文字 那么这是一个黄金之邦 那么在这里呢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金银珠宝 那么遍地皆是 在这里的人生活如此安逸呢 那么他们不做他想 觉得这真是太完美了 那么按照我们原来的逻辑 如果Condite已经来到了这个Eldorado 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乌托邦 他应该别无所求 他应该就很安心的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呢 就居住下来 但是不然 他心里有一个遗憾 那么就是他的心上人 Grunegand呢 不知所终 他要寻找他的爱人呢 他必须离开这个Eldorado 所以这个小说呢 继续发展 那么在以后的这个故事里呢 这个Condite和Pangalos 还有另外他的仆人呢 那么经过了千辛万苦 那么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呢 接踵而来 那么Condite呢 受尽了折磨 而他所怀抱的一个乐观理想的主意呢 逐渐消失 故事来到最后 他终于有机会和Grunegand 在偶然的情况之下 又重逢了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女孩子 早就已经被卖身为奴 那么被蹂躏 被强暴 那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千山万水 居然到了中东的这个伊士坛堡 那么这个故事呢 可以说是横跨了当时 以欧洲为中心想象的一个世界图景 而最后呢 那么这几个人 这几个主角呢 终于团圆 而团圆之后呢 他们以仅有的一些资源呢 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庄园里面呢 那么终于定居下来 而开始呢 这个很辛勤的 为每日的生计呢 来劳作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到小说的高潮 那么这个Dr.Pangalos 历经了千辛万苦 终于有了一个历生之地 那么回首所来之处呢 他不禁觉得 真是要感谢神恩劝顾 没有上帝的指引 没有这个冥冥之中的注定 我又怎么能够经过 各种各样的挫折 而终于有了这样一个 安居乐业的现状呢 所以他的结论是 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应该对我们那个 看不见的那个神恩 那么表示最大的谦卑 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是所有最好 可能设计中的世界里 最好的一个 所以这是极上的 最最好的一个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小说呢 就结束在这个焦点上 而正当Dr.Pangalos 这个沾沾自喜的 庆幸自己 劫后余生 而且是这个得到了 这个神恩的眷顾的同时呢 那么他向他的学生呢 展示洋洋自得的 展示他的发现 那么Condit 这时候已经违禁中年 那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 风霜摧折呢 他不再有当年的 乐观的情绪 他只简短的回答一句 是的 我们也许是生活在 这个所谓的 最好的一个世界里 但是这个世界 可能只是一个bubble 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能还是必须得 这个辛勤的劳作 So we must cultivate our garden 我们仍然是还得 在我们的庄园里 在我们的花园里呢 继续每日每夜的呢 那么为我们的生计呢 劳动 那么然后呢 那么勉强的糊口过日 所以这是这个小说的 这一个过程 那么这本小说呢 牵涉到了当时欧洲的 许多重要的政治历史 以及自然灾害事件 那么在这里呢 我只指出了七年战争 以及在1755年 所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 在当时来讲呢 世界级的灾难呢 那么刹那之间呢 有将近十几万人呢 一下子就被这个地震 所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在地震里面 就牺牲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下呢 这个小说呢 是有所本的 那么它有许多的 这个对于当时时政的批评 那么Voltaire呢 作为启蒙主义的大师呢 他的确是 尽到了他的言则 那么希望呢 用虚构的形式呢 来指出 这个现实世界里的 各种各样的 纷乱 不安 以及 这个所谓不义的 一种逻辑的 一种行进 那么在这个 整个的 这个小说的焦点呢 是我刚才提到的 对莱布尼茨神学的 一个批判 那么Leibniz呢 我们知道 也是这个 在欧洲的 这个启蒙时代 这个转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那么他复杂的 这个成就呢 在这里 我们不能够 再仔细地来探讨 我们所看到的呢 是这个 由Voltaire 福尔泰眼中 所看到的一个 相对丑化的 一个莱布尼茨的 一个神学的 一个要素的 一个呈现 所以在这里 请大家看到 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 就是逐渐地了解一下 那么莱布尼茨呢 认为 这个所有的世界 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那么要了解 一个原因 要追索 该原因的原因 就是各种事情 来龙去脉呢 必定是 有它的道理 可以追寻的 如此类推呢 世界的确定性知识 不可能是 一个世界之内的动因 而我们的人 是和其的有限 我们怎么又能够 尽知我们所面临的 各种事物的 真正的底蕴 或它的来龙去脉呢 我们必须依赖着 一个形上因 metaphysical cause 而这个形上的 这样的一个趋力 或是动力呢 当然就是神 就是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欧洲的 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宗教 或这个church 这个教会所代表的 这个神恩的力量 那么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这是最好的 一切都设定了 那么人要完全理解 神的至善意志呢 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 因为人的心灵 作为一种特殊的单子 这个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呢 这是我们今天 要略过不提的 作为一个单子 我们这个人呢 是有记忆的 可以基于过去 那么筹划自己的未来 那么这是人类分享的神性 也就是道德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这个 莱布尼兹的这个 这个theology的 神学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大致点到为止 那么再重复一次 那么这本小说里呢 福尔泰所要刻意 这个提出批判或丑化的呢 是所有的可能最好的世界里 最好的一个 那就是我们的当下此刻 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感恩都来不及 那么对于这个老师的 这样的一种批判呢 那么这个 Condid 学生说我们没有时间 在讨论这些 非常形上超越的问题 必须照顾我们自己 眼前的这个分内的工作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辩论呢 当然有许多的 这个事后的 各种不同时代的讨论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Voltaire自己呢 是不是对自己的 启蒙的这样一个理论呢 他也做出了 所谓的先见知名的 一种嘲讽或是结构呢 这都是有可能的 在这里呢 我今天所关心的话题是 当神学或是基督教神学 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 随着科学 实证主义 以及所谓现代经验的降临之后 那么我们进入到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驱昧的一个时代 用这个韦伯的话来讲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 所谓的disenchanted age 我们已经不再相信 这个过去的 这个神学的这一套 我们可能也不再相信 这个神恩的无所不在了 这似乎是我们今天 理解现代性 尤其是现代理性的前提 也尤其可能是启蒙主义 所曾经给予我们的一个赠礼 一个馈赠 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 我们回顾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那么不论是我们所处在的 一个生存的状态 或是世界文明的行径里面 那么果真是如此吗 我们真正的是到了一个 清明的理性的逻辑的 一个所谓自为的人为中心 那么人能够当家做主的时代了吗 或者是也许我们仍然是活在 一个enchanted world 仍然是有很多的魅惑 有很多奉着神之名 在我们之中不断的蛊惑 引导着我们 那么继续的行进的 一种生存的状态呢 我在这里刻意的指出来 这个Karl Schmidt 就是一个这个德国非常重要的 思想史以及政治史的专家 那么他曾经在1922年 提出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也许在当时的欧洲 那么这个所谓教会代表的 神权或神恩的这样的一个典范 已经逐渐的消弭或崩塌 但是有一种新的神学 它所谓的政治神学 那么已经开始兴起 那么各种的主权者 掌权者 在位者 不论是用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话语 或是政治的权力来装点 那么只要掌握了这个主权的话呢 那么他必须要强调 自己的这个几乎是神圣化的 一种所谓的神学的一种姿态 也就是这样了 历史一定是这样走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之下 继续的来用合理化的步骤 合理化我们生命中的 林林总总的各种遭遇 不论是好还是坏 而这个所谓的主权的最高的表现呢 当然是所谓的例外状态 state of exception 那么在这个施密特的这个权势里呢 当这个主权者有权利站在法律之上 提出来我暂时搁置法律 因为这是国家紧急状态 我可以为所欲为 那么以保护人民生命为这个前提 那么来施行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时候呢 这种例外状态 其实一方面这个伸张了主权者的无上的权威 却又隐隐地透露了 这不也就是一种secularized 一种世俗化的一种神权的或是神恩的表征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们说这个现代的政治神学 仿佛像是幽灵一下 仍然萦绕着在我们的四周 那么在今天的此地呢 我们也许可以的大声说 也许对岸的这个过去的这些年 那么在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 那么这个所谓的通三统 这个毛泽东到这个应该是孔子的儒家 到毛泽东到邓小平 一脉相承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国家的过去与未来的 一个论述的合法性以及必然性 以及通向未来的一个 所谓最好的可能性 那么这不是一种政治神学的 这样的一种诠释又是什么呢 那么或者是最近的所提出的国富论 那么这一类的这种奇怪的论述 国富的意思当然就指的是 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之父了 那么这一类的话语呢 其实隐隐约约的呢 其实已经反照了原来是非常右派的 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的一些这个光影 而我们也必须反攻自省 我们自己也必须用一种反省的心态 来问在此时此地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有政治神学 营绕在我们的四周呢 是不是我们有许多的神主牌 我们居之不宜 而且视为当然 而且认为应该千秋万事 就是如此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启蒙的工作 从福尔泰的观点 可能仍然未了 可能仍然是必须要进行着 而带用弹劾容易 这个是一个一个人的一个局限的问题 在这里呢 我想不是这个很简单的 政治上的话语呢 那么一刀两断的就能够说清楚 但不论如何呢 我希望把这个福尔泰的这样一个观点呢 对于这个Leibnizian theology的观点呢 嫁接到20世纪以后 我们对于政治神学的一个重新的观察和反省 那么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这个专有名词的第二个 这个就是幽暗意识这个观点 那么幽暗意识呢 刚才这个廖院长已经提到了 这是张浩教授呢 在1980年代初期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那么他的这个来龙去脉呢 那么容我在以下用多一点的时间来做解释 首先呢 幽暗意识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幽幻意识呢 是有所关联的 我想这个幽幻意识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那么这个观点呢 其实其来有自 那么在这个现代的思想史的语境里呢 那么是在1963年 由徐富冠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先情篇里 他提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这个思想论述呢 自古以来呢 一直有一种居安思维 戒慎恐惧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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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而这种感觉呢 促使着我们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 或是可能要发生的各种的危机状态呢 那么或者做一个后见之明的一个反省 或者呢 做出先见之明的预防 所以这个幽幻这个词呢 它有强烈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承载 那么也有代表了中国传统的这个世代夫呢 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所谓感识忧国的这样的一种倾向 那么这个忧患这个观点呢 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说法 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这里呢 我只介绍了异传者 这个里面这个所谓 作异者岂有忧患乎 或者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 公自珍对衰逝 国家或朝代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时候呢 所表述的这个忧国之私 这些呢忧患 那么这个论述 我想大家都熟悉 而且到了21世纪的今天呢 我想仍然是两岸呢 那么这个思想者 尤其是这个儒家或新儒家的思想者呢 可能会这个念资在资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要更花一点时间呢 来说明这个忧暗意识的这个关系 那么忧暗意识呢 是这个张浩先生呢 由他这本书 忧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这本书 所发挥出来的 那么在80年代的上半期呢 那么因应着当时呢 台湾的这个民主化运动 在剧烈的转变 而且仍然是困难重重的时候呢 那么张浩教授从美国呢 可以说是语重心长的提出来 民主的实践谈何容易 那么在中国或是中华传统的语境里呢 那么这个民主呢 似乎是没有一个其来有自的 这一个逻辑或是谱系 那么他觉得到了1980年代呢 也许台湾呢 能够有一个契机呢 让我们了解到民主的这个重要 而民主之得来不易呢 他不是说每一个人心存善念 那么天上就掉下来一个东西 叫做民主 大家呢就可以一起快乐的呢 在这样一个新的政治的体制里面呢 共存共生 恰恰相反 那么张浩认为呢 这个所谓优暗意识呢 它是在民主制度的一个根底 那么这个根底呢 其实不是来自于 对于参与民主社会的公民的 所谓人性本善的一个预期 而恰恰是认为 人性有很多优微的层面 有很多恶的部分 有很多不为人所道的这些可能性呢 它左右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 和我们各样的贪念 而只有当我们共同的理解到 人之所以为人的不足和缺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呢 在一个并不完美的社会里 那么约定俗成的形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 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 而循着这个游戏规则呢 我们来实践 而且是很艰难的呢 实践我们这个民主的进程 所以至这里呢 我们说所谓的幽暗意识呢 是发自对人性中 与宇宙中与生俱来的 种种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 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 这个世界才有缺陷 才不能够圆满 我们呢 才希望在让它变得更圆满的前提之下呢 那么有一种并不是最满意 可是我们却觉得呢 必须来实行的一个制度 叫做民主 所以在这里呢 张浩很尖锐地提出来 中国的传统里面呢 那么儒家里面 常常的讲的是内圣外王 这个圣王之治呢 它其实是建立在一个 终极乐观主义的前提之下 那么只要有当道的明君 只要有这个忠臣孝子 出将入相 我们自然能够形成 一个正通人和的一个社会 但是我们回顾历史 中国的历史 有多少时候 我们真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来这个所谓赞颂圣王之治呢 所以呢 张浩认为 请看第二段 西方历史上存在着一种 对人性之恶警醒的幽暗意识 这个呢 当然是来自于张浩先生 那么西方思想史训练的渊源 不论是这个 马基维里 或者是霍布斯 或者是这个 20世纪初的这个韦伯 这个系统过来的 所以呢 他说这个幽暗意识呢 慢慢孕育了西方的民主传统 而中国的儒家虽然有这方面的洞察 但怀抱的是乐观的人性论 所以才有了所谓的圣贤之志 那么我继续 基督教以人性的沉沦和隐匿 作为出发点 着眼于生命的救赎 那么儒家思想 以成德的需要为其基点 而对人生做出完全正面的肯定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停顿一下 来思考这个对岸的政治制度 那么当然在这样的一个 社会主义的制度里面呢 那么基本上 有的很多的现代的 这些诸神来支撑着 从马克思到毛 到邓小平 所谓的三统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仔细地观察 基本上圣王之志的欲望呢 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社会 或新时期里呢 作为政治论述的底线 那么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必须是民主 必须是这个所谓贤君 那么他的一言一行呢 足堪以为人民的表率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那么这当然是和张浩所提到的 幽暗议事呢 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对于幽暗议事呢 张浩再一次地用基督教的模式呢 作为他论述的一个焦点 那么他说这是一个西方的 一个一个所谓的神学 过渡到现代政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所谓的优微的层面 那么值得我们的这个这个借进 那么他希望着呢 从中国的思想传统里呢 也找出这个幽暗议事呢 作为支撑着我们之所借据 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形成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民主的 一个期望或可能 那么张浩先生的这个论述呢 在1980年代已经发表 那么在以后的十几年 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 也有许多的不同的反响 那么也得到了很多的批判 因为许多的这个新儒家的学者 会说这个幽暗议事不见得 在这么宽泛的定义之下 就不见得只是西方所独有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思维里面呢 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对人性性恶的 隐微的优密的 还有这种所谓行而下之的 这种思路的一种警醒 或者训诫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我们今天暂时存而不论 我所要指出来的是呢 在这些理论里面呢 它基本上 不论你是采取哪一个路数 它基本上仍然是从人性论 作为考量的一个出发点 荣然去强调 人性里面的性善性恶的问题 换句话说呢 把政治和道德呢 做了一个嫁接 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逻辑里面继续 而我个人认为呢 这样的一种定义下的幽暗议事呢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呢 可能已经显示了它的不足 所以以下呢 我希望借着张浩教授 对幽暗议事的这样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呢 那么提出我个人 相当不成熟的一些见解 因为我觉得呢 幽暗议事如果是一个重要的 让我们能够深自反省 批判 而且是自我批判的 一种一种过程的话呢 它不应该只局限在 道德的善恶 好坏的辩证而已 这个所谓优暗与否呢 它其实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的方法 而这个批评的方法 不应该指向 伦理学或道德论述 它也应该在知识论上 也应该在其他的 甚至包括我们的心理学 包括我们今天的 整个的对于这个 所谓后人类生态的一些思考 它都应该有它的 这个一席之地 那么这样定义下的幽暗议事呢 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发挥 它在当代的一些批判的功能 所以以下呢 我要介绍四位 这个西方的思想家 那么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呢 提出了对这个广义的 幽暗议事的定义 那么这些理论呢 不见得相互能够融通 那么我自己也未必能够 真正的能够找到一个 所谓一个一个 融合无间的一个 一个论述的平台 但是我很愿意把它介绍出来呢 作为我们大家继续探讨 这个幽暗议事的可能性 那么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 这个马克思韦伯 那么在这个清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这个重要的著作里面呢 它提出了一个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 一个二律背反的 一个所谓吊诡的一个论事 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 以累积财富 那么以这个钱能生钱 以这个理性化和工具化的管理 那么对现代化呢 做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定义 而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 所谓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呢 却是来自于这个科尔文教派 18、9世纪以来 欧洲科尔文教派 那么非常苦修的 这种清教徒式的 这样的一种工作伦理的 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扭转 那么越是相信神恩的眷顾 越是理解自己是戴罪之身 自己是需要被救赎的 越希望在此事 在人生的这个活的过程里呢 努力工作累积物质的 这样的一个收获 以这样的物质的收获呢 来反证自己呢 对于神恩的一种回馈或报答 所以一方面是最苦修的 清修的科尔文教派式的 一种宗教的伦理的 最后的一出集 但另外一方面 这样的一种伦理呢 却鼓动了20世纪 以累积财富 以这个所谓的完全工具伦理 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的模式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马克斯韦伯 看到了所谓西方现代性理 那深不可测的一个序列 一个裂缝 这两者之间 他当然也许讲得通 但是它是合理的吗 他为什么就如此塑造了 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呢 所以这是一个观点呢 我想大家应该多半都知道了 那么第二个呢 我要介绍的是 在30到40年代 那么在欧洲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 改变了现代哲学思想的逻辑的 最后一位大师 就是马丁·海德格 那么这个海德格的 这个我想在座 如果任何在哲学系 这个出身的这个同学 或者是有哲学训练的同学呢 那么就不需要我在这里 搬门弄斧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强调的这个海德格呢 扭转了在19世纪之前 西方哲学 尤其是形上哲学 以理性 以光明 以这种通透的 这种理想主义 为坐标的论述 而代之以 在这样的一个 人存在于此事的局限性 相对于包围着 你我四周 无限无垠的黑暗 和混沌之间的辩证性 那么形成了一种 人在这个世界上 不断的艰难的呢 去定义自己呢 此时此地 安身立命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呢 毕竟是要在一个 所谓的这个 灵光一现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地方 关键词当然是诗歌 那么海德格的例证呢 是Herdlin的诗歌 那么经过诗 或是文学这样语言呢 那么灵光一现 刹那之间 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存在的局限 我们存在的一种 仗壁和不明 而在我们周遭 那无垠的 无限的 那么形成于我们左右的 那些所谓的黑暗的力量呢 那才是我们真正去讨论 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 一个最后的一个根源 所以在这里呢 这是我们用最粗俗的方式 来解释海德格 我的这个不足度是呢 一定要请大家提出指正 我在这里只提出一点来 就是1957年 海德格在他的思想的 基本原则里 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这时候呢 他这个所谓幽暗意识 或黑暗意识呢 已经这个辅助到 他的整个的 这个论述的层面之上 而且更重要的呢 那么这个论述呢 是受到了中国的 这个老子道德经的启发 这个是中西比较文学之间的 一个非常大的公案 我在这里 我来引用他的话 幽暗黑暗不同于昏暗 昏暗是一种赤裸裸的 完全的光明的缺失 幽暗却是光明的隐藏之处 它保存住了这光明 光明就属于此黑暗 这个当然有点绕口 也就是说在那无垠的黑暗里面 也许有那么一线天光 代表了一种所谓真正的 这个智慧 理性或者是洞见 我们不知道 但是那样的一种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发前德之幽光的 这样的一种 灵光一线的可能呢 它必须是隐藏在 那更广义的 这个幽暗的 或是黑暗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市域里 所以它在这里呢 特别引用了老子的 知其白 守其黑 做他个人论证的一个注脚 所以这里我想从这个中国的 这个道家的传统呢 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到这个 所谓这个黑白之争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论述的传统 那么另外呢 我们像是庄子的外篇 至道之精 这个摇摇明明 至道之急 昏昏默默 所以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够这个动竹 在幽暗里面 所可能产生的 一线这个天光 一线天机 这是海德哥在最后呢 扭转了西方的 以光明和视线 视野这个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论述的 这个形上传统 而去特别强调 这个幽暗意识的可能性 那么相对于 刚才我讲的韦伯呢 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哲学方面的论辩 他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幽暗的这样的一个 不论是光影的象征学 或者是哲学的思考呢 把它拉到一个形上 或者是形上的 对面的一个论辩的 一个传统上 所以这是我可能会提出来 作为大家参考的 第二个思想的元素 那么第三个元素呢 可能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杰克达达 就是德西达 这个我想在座外文系的同学呢 可能非常熟悉 那么从1960年代末期呢 以来呢 一直是主导着欧洲的 这个或者广义西方的 这个解构学派的 论述的主轴的大师 我们在这里呢 所要想讲的是 对于德西达而言呢 那么西方的这个形上论述呢 总是以这个vision 或是眼光或视野 视界呢 作为它的论述的焦点 以及最后的依规 那么无所不在的光明 那么这个洞悉一切的 这样的一个视野呢 成为我们在想象 这个整个的形上论述的 最后的一种所谓的 一种寓意 一种隐喻 而对于德西达而言呢 这样的一种视觉的论述 其实本身就有它的仗壁 因为当我们讲视觉 作为什么是视觉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诠释 我们自己心里 视为当然的 什么是眼界 什么是视觉 什么是光影等等 那么他用了这个 德西达用了这个西方 这个十八九世纪的绘画 以及之后的 各种样的图像艺术 摄影等等呢 来说明我们所谓的图画 绘画 表面看起来栩栩如生 但是绘画的每一个色彩 每一道这个笔法 都已经是被诠释过的 都已经被中介过的 被mediated 所以我们看到的 如堵其人 如见其物的 这样透视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乐观的一种 美学或是哲学的 这种欣赏的方式呢 其实遮蔽了 这个整个 这个视觉论述 或视觉知识上 我们已经有的 重重的 这个所谓 媒介的过程 这个媒介的过程 可能是色彩 可能是光影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客观的 形式的局限 但更可能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对什么是看得见 什么是看不见 什么是洞察力 什么是隐晦的等等 这些都有先入为主的 成见或思维的方式 所以在这重重的媒介下 我们又怎么能够 洋洋自得的说 我们看穿了一切 看透了一切 所有的那种 启蒙的那种 亮丽的 明亮的精神呢 似乎在这个地方呢 都变成了 德西达所谓的 视觉的废墟 也就是说 在我们看待很多事情 我们其实是这个 所见识很有限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用最俗的话呢 来说明 他的关怀所在 而以此论事呢 那么他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这个辩证方式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多说 而最后呢 我要介绍的是 目前这个至少在 我想在台湾也一样 西方学界跟台湾学界呢 都非常受到重视的 这个Georgio Agamben 就阿甘本的这个论述 那么阿甘本的论述呢 都有很多种 那么大家最熟悉的 可能是他对裸命 这Homo Sector的这个论述 那么或者是对这个 State of Exception 这个紧急状态的论述等等 但是在今天呢 我要特别提出来的 是阿甘本的一本小书 那么什么是当代 这个What is Contemporary 这本小书 那么在这本小书里呢 他也用了黑暗和光明 或是幽暗和光明呢 作为他来诠释当代的 一种入门的方式 所以我在这里 引用了两段非常相似的话 那么如果可以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页面上呢 也许可以自行地阅读 我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呢 把它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The Contemporary 什么是当代 你我现在在当下此刻呢 自称是当代的人 什么是当代的人呢 当代的人是他能够 Firmly hold his gaze on his own time 就是在他的那个 特别的时代时光里呢 他把他的眼光专注在 不是专注在所见的 好像一目了然的客观的状态 而是他恰恰有那个洞察力 他把他的眼光呢 那么专注在那看不见的地方 那些隐蔽的地方 所以是 but rather is darkness 他要看那个黑暗的部分 那么看在黑暗的部分 猛然的了解 所谓的黑暗 不见得是一片去黑 所谓的黑暗 很可能是我们的视觉神经 在运作的时候 那么各种样的function 各种样的机制 所形成的一个传讯的 一个视觉神经 传讯的一个过程的集合 甚至所谓的黑暗 也可能是一种光的定义 这种光是没有光 那么所谓的黑暗 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色泽 或色调 你看起来的是一片漆黑 但是呢 那么也许再多看几次 这个黑暗里面层层叠叠 让你才了解到 他比光明的那个 那个所呈现的这个谱系 或是光系呢 那么更不知道 繁复到多少倍 所以在另外一段 请看 The contemporary is the one whose eyes are struck by the beam of darkness 这个当代的 不随俗的一个人 他的眼光呢 是被这个所谓 黑暗的光线 这个beam倒是一个 巨型的光柱 或是光源 所击中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黑暗 那么是这样的耀眼 以至于你不知其所以了 所以这和我们一般所了解的 光明和黑暗呢 当然是天差地别 所以这里呢 阿甘本用这个方式呢 来说明在当代 或当下此刻的我们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要执着自己所看见 而大家都看不见的 那个现象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用最简单的话 来这个 这个paraphrase 来诠释这个 阿甘本的这个初衷 那么在这里呢 阿甘本提出了两种 这个范例来作为解释 那么第一个范例呢 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neurophysiology 在这个所谓神经物理学 对于这个视觉神经的 一个看法 那么他认为说 这个当我们看到一个室内 去黑一片的时候 其实所谓的黑 是我们的这个 视网膜里面的off cells 我不知道这个 怎么样的翻译啊 这个视网膜里的细胞呢 它启动了那个叫做 黑的那个光源 所以这个所谓看不见黑 它其实是某一种视觉 对于周遭环境的一种反应 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呢 那么告诉我们 这是黑的 这是暗的 所以我们请看中间的这一行 darkness is not therefore a privative 这个notion 它不是一个什么神秘的 优微的或者是私密的 这个没有光的 这么一个意思 darkness可能就是一种off cell 这个视觉神经 off cell的一种启动 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种 我们通常认为是 看不见的东西 而这个看不见呢 在这里变成了一个default 变成了一个预设 所以这是 它是一个非常绕口的 一种这种理念 那么仅此作为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另外一个理论呢 我觉得更为有趣 那么这个牵涉到了天体物理学 那就是阿甘本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大自然去黑一片 那么仰望这个天上 那么这个空气污染 这么严重 我们都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了 我们要用很努力的方式来看 等等等等 那么但是他说 其实当你看在天上去黑的一片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另外的一个星系 在另外的一个时空 在另外这个云河里面 有多少的这个大的 这样的一个天体的这个裂变 正在进行着 有多少的星体一闪而过 而这些裂变 这些闪烁 它的光速是如此之快 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所谓 这个肉眼繁胎的地球呢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我们正要回应时要看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去了 还没有看到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所看到的黑 是你认为的黑 而如果放大眼光 从这个planetary philosophy 从这个天体哲学的观点来看呢 有太多太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有太多太多在你我在这个星球以外 所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这个都不为你我所知 所以我在这里呢 那么呼应我们这个院长的这个召唤 它需要我们用不同的跨科技的方式呢 来提出对于这个 这个幽暗意识的解说 那么我们就真的可以从不同的方式呢 来找到各种的可能性 而最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他也是去年 就是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 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退休的教授 James Peebles 他对于暗物质的重新的定义和发现 那么这个暗物质呢 我在这里念一下 物质之所以可见 在于微观尺度之下呢 电子与光子发生相互的作用 从而被我们的肉眼看到 或者被各种观测仪器所捕捉到 但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宇宙里面 暗物质恰恰相反 它根本不和光波发生作用 对各种光源都无动于衷 它跟黑暗力量 黑暗世界没有任何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个所谓的暗物质 不必有道德上的任何的 这个所谓逻辑性 没有它就是黑暗 真的是你不知道如何去描述 这样的一种一种看不见的 这样的一种一种感官的一种震撼 那么只能说它是暗物质 只能说它是dark matter 而在这个Peebles 还有其他的天铁物理学家都曾经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肉眼所能看到的所谓星球 大气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 只不过是整个的宇宙的5%而已 那么另外的那90% 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那样的一个 不论是知识或技术的一个层面呢 那么甚至去描绘它都要发出 都要花了很大很大的心力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如果能够做唯一的一个知识论 或甚至有点道德色彩的结论 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 我们生存在此时此地的世界 在这个星球 在这个社会 或在这个岛屿上 我们的这个眼界 其实是何其有限 当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谓的一切的可能的最好的 这样的一切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 那个不太好的可能性 去怎么样的定义呢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呢 对于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的自信 什么是人所代表的人文主义 或者现在所流行讲的 什么是由人所主导的人类视 这些观点的一个批判 那么在这个人类视之外的 各种各样的生态 除了我们所见的生态环境之外 我们又有多少的能量 去理解那个我们不能知的 不能无从想象的那个境界呢 所以这个用这个后人类的方式 也许这个正面的意思来讲 那么后人类的研究呢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所谓的hyperobjectivity 在你我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那个超物质 微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 但是却不断地在我们之间 这个包括了空气 包括了病菌 我们现在都这个文之色变的这个病菌 还有这个所谓的interactive reality 还有slow violence 气温的变化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可能是我们所谓 幽暗意识的一种自觉的探讨的 启发点而已 这是跟我们周围这个生态有关的一些话题 也许提出来大家还可以做一些联想 那么更不提在此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了 所以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新冠疫苗 在我们沾沾自喜的各自就自己的位置来给这样一个 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好好的控制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virus来来来来来 这个这个做出因应的时候 各种人类的命名 你退一步两步 一百步一万步来想 只是显得我们自己 这个认知是何其的有限 当我们沾沾自喜的 只是为了一个命名之争的时候 又有多少时候 对于这样的一个病毒 还有千千万万在你我生存在一个环境里的 各种各样的病毒 我们都与之共存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是优暗意识 这个是远离了张浩先生 以这个道德坐标为准的优暗意识呢 所提出来的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想这个 这个是可以吗 好 现在总结我刚才所说的 这两个页面是英文的 但是我想也许大家 经过我刚才的这个解说呢 大致知道我的意图了 那么在我的定义里面呢 这个优暗意识不必是指的是 道德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 甚至心理学的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建构的一种反面 或者是所谓的辩证而已 那么优暗意识呢 它是一种虚构的力量 因为既然它是优暗的 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虚构的力量 而这个虚构的力量呢 那么它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 人类的文明的生存的环境里面 各种的这个所谓始料未及的 或是无从预测的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 这个是这个这个结构主义 喜欢用的一个背反的 一个一个辩证上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矛盾的地方 我们无从去继续的来追踪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越是我们视为当然的事物 越是我们视为这个 着无佣意 路就这么走下去了 这个人类的命运 社会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 就这么一条路的时候 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 尤其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呢 更应该那么来发挥 这个所谓一种幽暗的想象力 去想象那个所谓的 other之外的other other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幽暗意识呢 它也可能是形成了一种anticipation 我们总是这个预期有一种不可知的 那么有一种不可测的呢 那么一种力量 在其实是驱动着我们和现状 来做进一步的论证和辩证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以我今天的这个整个论述的结论呢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呈现的方式 不在于我个人其实所知有限的 视觉神经学 天体物理学等等 而在于文学 这是我的专业 我认为在文学的领域里面 那么恰恰对于这种不可测知的 一言难尽的 那么难以描述的 想象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 文学却恰恰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人文的行动 那么它促使了我们 去想象那个不能想象的 去做出各种这个匪夷所思的那种预测 或者一种回顾 那么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有限的 一个生存的地平线之外 那么展现了非常规律的 或是非常诡秘的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呢 那么毫不客气的说 今天的演讲呢 这个是一个为文学而辩护的 这样的一个尝试 一个apologia 这是for literature 所以我在这里呢 以下用今天这个下半段的时间 要来说明 我所阅读的经验里面 对幽暗意识 有所见证的这些学者 或是作家呢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传统 不论是中文的传统 或是华语语系的传统呢 那么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么鲁迅不用说 这是我们想在这个49年之前 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呢 那么最能够展现 我所定义的这种优暗的 这种能量的一位 一位学者 再一次的强调 这里所谓的优暗 并不只限于对于道德的匮乏 所做的批判 或是对于心理的那种暧昧的场合 所做的一种观察 这个幽暗必须把我们带向 一个认识论的 一个临界的状态 把我们带向了这个所谓的宇宙观 或者是这个形上的思维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盲点 在这里呢 鲁迅只有用他的文字 能够提出这样的一种吊诡 一种二律背反 我引用他的名文 这个夜宋1933年 他说他是一个爱夜的人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 和看夜的眼睛 他有一种能量 是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这个当然是一个paradox 你既然你在黑暗里面 你其实什么都看不到的 在道理上来讲 但是呢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那么这里呢 我认为鲁迅的这个能量 早已经超过了 这个对岸的文学史 所替我们规划的 揭发人生的丑陋面什么的 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觉得鲁迅的 这个高超的地方呢 正是如此 那么同样的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喜欢的张爱玲 是不是 这个一级一级 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个金锁记里面的名言 那么张爱玲对于黑暗的着迷呢 那么不用在这里多说 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种暗呢 那么的确是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有的时候觉得困惑 有的时候觉得不寒而栗 就张爱玲对跟黑暗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广义的 幽暗意识里做出更多的发挥 或者是想到1970年代末 朦胧诗人 中国大陆的朦胧诗人 一代人 1979的 这首诗呢 是当时呢 应该是整个中国的文艺青年 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的 只有两行 那么这两行呢 我认为恰恰的点出了 顾成作为一个在文化大革命 在一个以Solar Symbolism 在一个以太阳能为重点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机构里呢 他发展出了他的黑暗美学 我来这个念一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觉得我们在中文系的课上呢 可以不晓用多少个层次来探讨黑夜黑色眼睛寻找光明 这几个关键词 我想可以变化出无数的 这个对于我刚才所定义的黑暗意识的一种诠释方法 或者是像当代的作家 严连科又是一位大陆的作家 那么从这个21世纪以来呢 一系列的作品呢 他都能够在不同的方面呢 呈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Eldorado 社会主义的最理想的国家 都革命成功了这么多年了 他怎么会不好呢 这个你们生存的一定是一个最好的 最完美的一个国家 但在这样的一个Eldorado一样的黄金之国里呢 严连科却是少数站出来说 我没有看见光明 我看见了黑暗 而这个黑暗呢 也不仅是这个社会的所谓人欲横流 或者是各种这种治安的败坏 或者是各种道德上的沦丧 而是一种本体论事的 让你觉得这个不寒而栗的一种 所谓与生俱来的一种对于黑暗的恐惧 那么我在这里引用的一个故事 这个严连科讲的一个故事 在这里是他2014年 在这个得到了这个卡夫卡奖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学奖项 那么在卡夫卡奖上他的致辞 这个致辞里面最让我个人感动的呢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说他想到了他的村庄里 他是河南人 有一个70岁的盲人 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呢 他都会面对着东山望着朝日 默默自语地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 日光原来是黑色的 倒也好 生下来从来没有看过光 但是每个人都跟他说 你感受到那个温热 那个就是光 那个就是热等等等等 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是亮光 什么是光源的来 这个所来之处 但是这个盲人活了70岁 却知道做一件事情 请看第二段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 这位与我同村的盲人 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 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 拿着打开的手电筒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幅画面 一个盲人走 晚上在外边走来走去 拿着好几个手电筒 那么手电筒的光是什么意思 代表着什么 有用吗 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天色越黑 他手里的手电筒越长 灯光也愈发明亮 于是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 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 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 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驱的道路 让你顺利的走得很远很远 所以这个手电筒是这个盲人 用来为这些村里的晚规者 行路人所照亮的 但是到底这个光是什么 他自己可能只能想象 而不知道所以然 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家人和我们的村人 为他致送 这个致哀送礼的时候 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 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 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各种各样 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所以我想严连科在布拉格 做卡夫卡奖授奖词的致词的时候 那么这一段故事真是语重心长 它充满了这个预言的这个旷位 那么在这里呢 严连科说 我感悟到了 写作它越是黑暗 它也就越为光明 越是寒凉 却越为温暖 它存在的全部意义 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 就是这个写作有的时候 是让人家望而生畏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这种写作的 宁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里面 那么阴暗的地方 但是我的写作 就是在那个黑暗中 打开手电筒的盲人 那么今天他绝大部分作品都被禁掉了 那么但是他觉得 我仍然以写作的方式 就像那个盲人一样 以我的手电筒 那么也许可以照亮一两个 夜归的路人 也许他们的行路可以一切平安 所以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文学是什么 文学的黑暗的力量是什么 还有黑暗和光明之间的辩证呢 我觉得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线索呢 值得我们思考 但是即使如此 我觉得这些幽暗意识呢 仍然有太明确的一个政治隐喻 或是有太明确的道德隐喻 那么有没有比这个更悬的东西 我觉得在当代的小说里 那么这恰恰是我们可以给予关注的 从而了解到当代的文学 也许不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文类 也是不是大家在这个娱乐时候 那么希望消费的一种一种一种对象 可是呢 我觉得越是因为如此 有许多特立独行的作家呢 反而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呢 去发挥他的幽暗的意识 而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在一个时代里面 当政治思想和历史呢 都是被国家或政权左右 我想不论是在对岸 或是在这一案 这个时候文学有很多的时候 反而这个写出了我们意料之外的 史料不及的各种各样的黑暗面 而这些黑暗面谁知道呢 有的时候灵光一现 就像这个阿甘本所提到的 在那个多少亿万光年之外 一闪而过的流星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是那个光已经穿过我们 早就过去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当代性 当代感呢 是我们所希望这个所谓的 这个新向往之的一种可能性 我以下要介绍四本作品 或四部作品呢 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么尤其在座的同学 如果寒假到了 那么希望念一些 比较特别的小说 那么这个少看几次手机的简讯 那么多看一点小说呢 也许你们这个对于这个人文的经验呢 可能有一些收获也不一定 我首先要介绍的是北京林宫里 这是香港作家陈冠中在今年春天 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 所出版的一部作品 那么也有台湾版 那么我甚至写了一个非常长的序 那么很可惜呢 这个就像这个几千万光年以外的流星一样 闪过去了 大家什么也没看到 那么一片漆黑 但是我今天再提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本特别奇怪的当代小说 一个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作家 在北京的香港作家 为北京的历史上下将近一千年 所做出来的一个北京传 而这个北京传呢 它的重点是北京的地下的历史 你们看到了北京的地上的 巍峨的建筑 各种样的堂皇的大历史 呼来喝去 你们大概不知道 北京的地下 有数万公里的地道相互穿梭着 有无数的幽灵 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 冤魂一样的呢 在找寻一个安期之处 而永远不可得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寒 而立的作品 而陈冠中呢 把将近一千年的北京的建成的历史呢 把它压缩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地下的一个幽暗的 一个无尽的地道的 这样的一个珠网脉络一样的 一个幽冥的世界里 而在这个世界里呢 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种历史的写作的方法 而我在附带提出来的呢 是陈冠中在2008年的盛世这本小说 那么他预言了公元2013年的 这个新中国的更伟大的一个到来的时候呢 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启了当代中国 这个所谓乌托邦的小 Distopia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源点 所以这是我个人要想讲的是 小说有的时候 就是一种思想史的锻炼 小说的时候 小说有的时候 就是一种干预政治的方法 那么我们看来认为是小道 但是小说呢 谁知道呢 几百年几千年之后 剩下来的可能就是这些作品 而不是那些大说家 那些国家领导人的 大言垮垮的大说 那么对岸的韩松 那么他在2018年 所推出的医院三部曲 那么医院驱魔亡灵 我想顾名思义 你们都觉得这个作品是有点诡异了 那么这个作品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写实小说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三线城市里 那么一个中年男子呢 因为喝了一瓶矿泉水 肚子疼 到医院要拿点喂药 没有想到呢 进得去出不来 那么从此呢 就陷落在一个卡夫卡式的 迷宫一样的一个医院里 那么到了后来 我们才知道这个医院呢 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虚拟的 数位算法的一个虚拟空间 而这个虚拟空间呢 很可能是一个漂浮在红色海洋上的一条大船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船上的林林总总的明争暗洞 各种样的怪物在海里翻腾 那么最后呢 整个的这个世界呢 最后同归于尽 所以海松有一句话说 人生来就是 是苦的 这是有一点点佛家的隐喻 我们生下来 就生在一个医院里面 这个医院 可能是我们的社会 也可能是我们的地球 或者就是我们生存的 一个总和 叫它是宇宙也好 叫它什么 那么最后的故事呢 到了第三卷呢 亡灵呢 发生在火星上 你以为你可以离开医院 那你就错了 三万年之后 在火星上 又有一个更为额的医院 又建立了 那么你仍然在这个医院里面 那么被医生 由生把它治到死 由死又治活过来 生生死死 不断轮回 无尽无休 那么最后呢 我们甚至看到了 这个神的介入 那么小说的一开始 和最后呢 有两个僧人和一个尼姑呢 架着一艘叫做 孔雀明王号的太空船呢 在这个茫茫的星空里 去找寻一个重新的 一个落脚之处 但是他们来到火星的时候 却看到了更恐怖的浩劫 那么在这里呢 什么是人 什么是数位的算法 什么是外星人 一切都在一个大的混沌之中 那么韩松的结尾呢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 这个壮阔的 一个恐怖的 一种一种一种呈现 这个和刘慈欣的三体呢 是不太一样的 我想刘慈欣三体呢 现在是全世界大概最知名的 这个中文科幻小说了 所以这本作品呢 在台湾也是有中文版的 那么我个人也觉得是 相当这样有野心的一部作品 那么我们最后呢 要回到台湾 我觉得台湾呢 同样的也有非常精彩的作家呢 以我所定义的幽暗意识呢 来思考人所存在的局限性 那么在一个所谓后人类的 一个星空的一个框架里面 我们怎么去重新思考 我们自己和周遭的万物 各种各样的物之间的 这种互动和来往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阅读《无名义的复眼人》 2013年 或他去年的苦语之地 在这些作品里呢 吴明义以一个生态文学家的姿态呢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么以他各种最精密的 这种几乎像是一种 生态人类学的探讨的姿态呢 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各种的生态呢 那么做了这个非常详尽的 一种探勘以及思考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生态呢 却把它扩大到一个 对整个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态的 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 那么像人和各种样的有生物 和无生物 和日月山川和石头和泥土之间的关系 和蚯蚓的关系 和各种奇怪的这个万物的 这个花草树木之间的关系 这个里面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 对于这个所谓后人 或是原人的一个观点呢 我觉得再一次让我们了解到 台湾的作家的想象力 不必仅止于在岛上 永远是围绕着这个社会的命题 或者是历史的命题而已 这些命题都很重要 但是吴明义似乎已经先我们一步 来提醒我们这个所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在台湾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种 复眼的观天下的一种能量呢 这个复眼人是他在2013年 这是一本在全世界呢 现在都受到好评的一本 台湾作家的生态小说 这个复眼人是一个 捉摸不定的一种生物 那么它可能是原来 有一点点原著名的一种形象 但是没有 这个吴明义讲 他自己在原野这个 这个做探勘的时候 他说他往往感觉到 他一个人在这个山里面走着 却恍惚之间 好像有一些 有的人在窥探他 窥视他 那么他也在问读者 是不是我们也有 这样的类似的感觉 我们自己觉得这个 正在一个自得其乐的情况之下 殊不知在你我的周遭 谁知道有什么样的眼睛 正在看着你的 而这个复眼在这个地方呢 当然指的是这个昆虫界的复眼 那么也讲 也特别提醒了我们 我们的双眼 在建筑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视域 是多么的有限 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的背后吗 当我们需要看一个眼镜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各种样的角度 来看到我们所谓的全身照 我们需要另外的一双眼睛 来帮我们 甚至定义我们自己存在的 那个有限性 而无名义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呢 提醒我们不必小看 生物界其他的各种视觉的可能性 所以这里呢 这个复眼的意思呢 当然是意味深长 那么他在这里也提出了 所谓的这个新极物主义的观念 他引用了一些这个Roman Vishenisch的照片等等 用这个所谓这个摄影的这个微观的 这种微观的这个摄影术呢 那么放大或缩小 那么用文字的微观摄影术呢 那么夸张或者是变这个扭曲 我们任何视为当然的这种生命的现象 那么展现出一重又一重的 所谓复眼观天下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无名义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洛以军的作品 那么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 也是一个相当受到争议的作家 那么也许在座的部分的这个来宾 未必同意我的权势 但是我今天要提出来 洛以军呢 就像无名义一样 是台湾少数能够在这个所谓 现实主义写作的框架之外 那么来探勘 来遐想或是理想 这个所谓的人以外的 各种世界的可能性 那么匡朝人和明朝 都有这样的倾向 一本是2018年的作品 一本是2019年的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呢 这个我再一次重复 那么在评价上呢 见仁见智 但是呢 在故事的设置上呢 那么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没有看过匡朝人的 这些在座的来宾呢 那么我只用两句话来说明 这个故事的要旨 这是洛以军说明 自己得了一种身上的怪病 这个怪病呢 是在男性的高丸之后呢 有了一个洞 就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洞 那么据说是真实的故事 我不晓得有真实到什么程度啊 那么这个洛以军呢 每天看着这个洞越来越大 他心有气气焰 害怕了 那么怎么去找医生 都没有用 这个洞呢 好像自己有了自己的生命 而这个洞呢 最后甚至引起了 洛以军的遐想 那么这个遐想呢 从他身体的 男性的高丸之后的 那个洞呢 通往了宇宙星空的黑洞 所以大家听起来 这个写作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 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身体轴心空了一个很深的洞 残障感 手部或脚部截肢 不完整感 患之感 身体重心偏移感受不同 也和古代的阉人 整个男性荷尔蒙分泌中心 被切除的尖锐阴郁不同 这样的一个洞呢 是你不能够想象得到的 那个机器上的洞 很像一个活物 每天都往你不知道 是哪个什么境地的反物质的暗黑宇宙 那个另一个次元 灵活蹦跳的再长大再深入 我们知道洛宇军在很这些年 他一直对这个天体物理学 是有一些私人的兴趣 活学活用呢 把他自己对于黑洞的一些 Layman Knowledge 这种所谓的一些 基本的偏航的知识呢 都用到他自己的 对存在的一种感悟上 那个洞太大了 或者是这是一个洞中之洞 反物质的概念 在那个破裂感 撕碎感 死灭痛苦的黑暗空无中 再造一次第二次的破洞 为什么这么执着 这个洞的问题 这个黑洞的问题 这个黑洞当然是一个 天体物理学上的一个问题 还有暗物质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漫长悲欢难以言语 一个自我孤独的宇宙 因为理解记忆了更多 可以回看的全景 而以继续持展变大 维度描绘更繁复 从此我不会创造的 像为世中的总子论 可能把自己善美的部分 填射进去的宇宙 所以这个宇宙是你完全 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科学的 这样的一个话语来说明 而再一次强调 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呢 那么重新的塑造了一个 以台湾为坐标的一个黑洞的 一个文体学 或是黑洞的小说学 那么最后明朝 这部作品呢 去年出版之后呢 有许许多多争论 而绝大部分的争论呢 都集中于洛乙军 一石一地的政治立场的 这个诉求之上 但是呢 其实他是向着对岸的三体 刘慈欣的三体 对于一个整个人类文明 即将毁灭的那个前夕 我们能做点什么样的 那个大的话题 所做出的回应 所以我要在这里说 我是踩在刘慈欣的 巨人的肩膀上 写明朝 当然明朝是个破音字 明朝也是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朝讲的是 不同于三体最后 人类没有趋力引擎 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 完全一切的毁灭 当地球的人类 已经在三体的威胁下 三体人的威胁下毁灭 国家结构崩坏 邪教圣教并生 很多资本支援的 类国家形态 便开始发明一种新技术 虽然人类的肉体无法存留 但人类建立的文明 可以透过远端的投射 在无边际的宇宙 历经漫长的流浪 等待重启 换句话说 明朝它其实是一个 人工智慧的 这样的一个命名 而这个人工智慧呢 也许可能在地球 人类文明 全部毁灭之后 发射到外太空去 几千亿年之后 谁知道呢 一个流浪的星球 重新被发掘 那么也许 明朝曾经有的辉煌 那么再一次的被发现 也不一定 但是这一切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结束今天的演讲 我再一次引用鲁迅的话 自在暗中 看一切案 我们今天看到了 无限的光明 无限的可能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告诉我们 这是最好的地方 这还不够安全吗 这还不够快乐吗 这还不够光明吗 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 也就是唯有一条路 走下去 必定能够达到 所谓的最后的救赎 最后的整个的 完整的人类的 一个胜利的时光 从胜利走上胜利 所以两岸在 在意识形态的辩证上 其实越来越缺近 于一个相似的论述的同时呢 我觉得 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们 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 却与此同时 更应该培养 我们自己的一种 洞察力 或想象力 这个洞察力 或想象力 我称之为 幽暗意识 我引用鲁迅的话 引的告别 那么这个 整个的文章的 引这个字 当然已经有了强烈的 这个幽暗意识的 一种一种象征 有所我 有我所不乐意的 在的天堂里 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 在地狱里 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 在你们将来的 黄金世界里 我不愿意去 所以幽暗世界呢 这是一个 多么沉重的负担 但是却承诺了 想象力的 无限性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场 精彩是不足以形容的 非常平易近人 但其实是非常 思维 深邃细密的 一个 巨大的论述 其实我刚才里面 真的把 德威的整个 这场演讲的 那个scope 把他整个 所及的范围 载化太多 所以 请大家忘记我的意义 虽然我的意义 局部的是 局部的是触及到了 德威要谈的问题 最终而言 还是真的是 我们到底 跟天堂说不的问题 但是呢 德威是提出来说 如何说天堂 然后在对天堂说不之外 可能他也提供了一个 更积极的 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最让我 这个 最让我感觉到 这个 这场演讲的 这个 奥妙的地方就是 德威提出的 张浩的UYE观念 但是事实上 他把它三转两转之后 已经变成了 跟原来的意义 有其大差异 但是比原来的 这样一个观念 更具有建设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谈法 也就是说 他从原先的一个 比较道德的 事实上 只是一个提醒的 这样的一种 观念 变成了一个 可以是本体 同时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 据以为方法 进行 比如说对天堂说 不得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 德威真是充分地显现出了 他这个 徐冠中心 然后博文强盛 这个 这个 我认为是大部分人 都没办法 做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局面 所以 当然我觉得 这个 幽暗意识 最终而言 最终而言 就是 他从一个 原先是 对于黑暗的提醒 到了变成是 黑暗跟光亮 两者变成了 不相变成 甚至于 不相生成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所以 从此而 让 就是从这里 让文学 他真正的一个 能量 得到了一个 非常试恰的描述 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文学 其实文学 在根本上 从根本上而言 就是 在进行 德卫刚刚提到的 这种 他独门的 这个幽暗意识 透过这幽暗意识 进行对于 天堂的拆解 以及 也许是 天堂拆解之后 的重建 最后 我提到 明朝这本小说的时候 似乎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 其实 我们没有最后 像三体那样的一种 那种 可以让我们 逃脱 但是也许在这个 浩瀚的宇宙里面 有一天 我们会碰到一个可能性 这个就像 德卫刚刚讲的 就在这个黑暗的宇宙里面 一闪而逝的 这样的灵光 虽然 我们没有看到 但实际上 已经在我们的 也许是望墨上 留下的记忆了 而是一个 非常微小的种子 有一天也许就可以 花药长大了 好 我想我 我就 对于 刚刚他 德卫里面这样的 那个心得 就讲到此为止